你这样啊 我现在就是正式传唤你啊 我正式传唤你 下周一上午十点 到开发区法院 我传你你如果不来 你这行为就是 对上午十点 我传你你如果不来 你这个行为就是说的阻碍执行 你来了咱在闹 这个钱怎么给 但是你不来 这是另外一码事了 24年1月19日 执行法官前往辽宁省灯塔市某村庄 根据线索 孙长柱就住在此处 与执行法官同行的 还有申请执行人边素云和他的儿子 到达现场后 孙长柱家中的院门没锁 可就在众人进入到院内 前前后后走了一圈后 屋内和院内都没有发现有人在 根据以往的执行经验 执行法官先让边素云的儿子 给孙长柱打去电话 没想到电话还真接通了 喂 家伯儿 你上哪儿去了 在家呢 你上哪儿去了 咱俩见个面儿了 见面儿倒行 我现在没完家呀 我这在外边呢 你上来了 你说你在哪儿呢 咱俩见个面儿吧 在电话中 孙长柱顾左右而言他 就是不说自己在哪儿 见此情形执行法官将电话接了过来 你家院里头有苞米 牛 狗 对吧 那院不是我的院 谁的院啊 这院谁的院啊 这院谁的院啊 白兵 白兵 白兵跟你啥关系啊 跟我是朋友 你让白兵给这住的 啊 你让白兵给这住的 不是 人家的院我来那儿住 你在这儿住 对对对 那养的这些东西都是你的呗 我是孙宝龙的 孙宝龙的 嗯 为啥又是孙宝龙的呢 你没看那个 那个 那厂上那个 开的公司吗 厂上开的公司 那个 那牛舰那厂上有的公司名头 有公司名头 就跟你都没关系呗 你这意思 对 我没关系 那我给他喂牛 你给他喂牛 你在这儿院住 对 对 你啥时候回来 哎呀 我说 晚上吧 晚上几点 晚上 一点我说得好 晚上回去 你现在干啥去了 我在外边呢 你在 我知道你在外边呢 你现在干啥去了 是工作呀 还是干啥去了 没有 我哪有工作呀 你这样啊 我现在就是正式传唤你啊 我正式传唤你 下周一上午 上午十点到开发区法院 嗯 嗯 我传你你如果不来 你这行为就是 上午十点 嗯 我传你你如果不来 你这个行为就是说的阻碍执行 嗯 嗯 你来了咱在闹 这个钱怎么给 但是你不来 这是另外一码事儿了 行行行 不知道多行 他破产是他养牛啥 做满破产 养牛细臣也不知道的 咱离得挺远的 咱也不 喝得也不能太舒服 晚上这回过头来吧 又回来了 回来买这白礼物房子 买不买啊 咱喝得也没有来往 也不知道啊 嗯 嗯 是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啥呢 就是 他村里的房子 咱也动不了 咱也卖不了啥的 咱也不是说 咱也不是他名 对 咱也不研究 我也不是说 他要研究他这房子 我就是确定他在这住 在这住 晚上这些家里 这些东西都是他的 是他的常居住 那么书记跟我们讲 这个被执行人呢 之前呢也是负债 然后就把自己在 在这个本村的这个房子 给卖了 那么他在一年多以前呢 又回到了咱们这个村上居住 然后并且居住在 现在的这个地址 那么被执行人呢 家里条件也不是很好 嗯 村书记呢 也答应说 因为这个申请人和被执行人呢 都是相邻两村的村民 嗯 大家彼此也都认识 所以咱们这个被执行人 所在村的这个村书记呢 也答应帮法院做做工作 嗯 找一下被执行人 对他进行一个 嗯 劝导 让他尽快解决这个案件 你们吧 要是能两边书记给你们窗窗 你们能私下调节好 你就来告诉我一下 行 你要是觉得呢 就是你们要是双方都觉得 还是经一下法院 就不管我们调成啥样 还是经一下法院 那你们就一起来 我这不也传的下礼拜 那个这不正好礼拜六礼拜天 这两天 你们和家里头说调一调 要是说呢 觉得能达成一致 到法院来走过手续 你就下周一上十点 我感觉就是必须得经过你 因为我怕他到时候 他一帮我 也说这个钱怎么怎么立了 本身他就是不讲自由在前 听我说 就是你们之间怎么谈 谈完了之后呢 也是有这个判决在 除非这判决上的钱 全都给完了 那行 如果说这判决上的钱没给完 比如说你们私下达成何解说的 你要是一次性给我五万块钱 剩下的两万吗 我可以同意你分期给我 你们要有这么个协议 你给我拿过来也行 知道吗 我的意思呢是 听这个大姐听 包括听那艺书记说 这人外的签不少钱 我劝你们是能拿到手里的 才是正常的 对吗 打算怎么责给那些 两月三月 我就是 我就是说白了哈 我现在也就是说为了孩子 我就是管那个事 不然的话就是说这个钱 那个事我也不管 我也不管他 然后但是就细分呢 我就不用说了 就是说我这个态度 我的意见就是说我一个女的哈 我就是说我硬 我就是 个儿的能力来哈 我就拿五万块钱 我就是这五万块钱当中 我还得就是说跟谁借我还不知道 然后我就是说拿这个钱 孙长住的前妻表示只能拿出五万块钱 这五万还要分期旅行 对此申请执行方坚决不同意 你这有点气味 你这本身 你应该是拿八万块钱 知道吗 甚至更多 但是这个事不能那么办 今天他也不露面 因为这个案子咱们已经执行两年了 然后其实还有产生了很多的钱 里面利息 之前也跟他谈过几次 但是每次都非常不积极 然后现在说五万 然后还要分期给 还指不定什么时候给 所以咱对他这个管管这个态度 我没说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给过 昨天我指令说我这半年 是多长时间给 我不已经说过了吗 五万肯定不同意 五万数得太低了 因为他本身是七万吧 然后咱可以给他七万 七万 对 七万能给的话 就是利息价在不主张 那个零钱咱也不要了 你刚才我这个手机这位 你这位有零钱 你这时候不同意 零钱不完 如果他不同意的话 咱做不了割解 咱就后续执行的话 肯定还是按照 全部的金额 跟实验率系全部主张 对于申请执行人来说 事故发生到现在 应得的这笔赔偿款 他们已经等待太久 现在都困难 都要吃不上饭了 你知道吗 就因为他的车祸 不这钱不给我 老头老太都没法生活 如果我一个人 养我两个老头老太太 但养一个大学生 我挣多钱我得能够 咱那个车祸 有留下什么后遇症吗 现在是人传 那能够领化 我这咬个骨折了 现在腰还是一直不上 对 现在就是疼 一有点下雨啥的了 就冬得都飞劲 所以说也是现在 没有这个劳动能力 对啊 本身都马上快吸食的人了 当初说完车祸 我没起诉他 我说我们在医院花费多少钱 你的保险公司能给你报多少钱 剩下的钱你自己都 我不管你多一分钱我都不要 他不干 他不同意 他说我没有强制钱 我只能给你拿一万块钱 其余钱我不管 他这是对于法律的不如图 还是自己的愚昧呢 我不知道啊 这最起码来说 你没对这个事复权 对吧 你最起码来说 你得了解这个法律 你是怎么个情况 你再跟我说这话 你也有底细说 是啊 你是想跟我爽不赖 这场车祸让边塑云老两口 失去了劳动能力 也在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 把老头和老太太都撞出老远了 这额骨这地方全都撞毙了 老下来了 你当时没看到 就看到就是这个人 没有抢救的架子了 后来没着了 到我们这个鸡水台医院 鸡水台医院收支不了 因为后腰这个地方 发现一个血肿 老严重了 没着 只能钻那一来一 到那之后 抢救多少天 她抢救过来 后期老太太也说 这咋整了 她也不给钱 没着 我只能去起诉她 这个人呢 太不讲信用了 因为发生车祸 这么长时间 从老太太住院 一直到出院 没露过眼 没打过一次电话 就法院当初判决那天 看见你身边 然后这家伙老见了 法院判决她败诉了 马上就回家 就把车卖了 就这么个人 太 一家人 对对对 一直都没见过 我不管你说是 你有钱给也好 没钱也好 是不是这个事 得见面闹 你找中间人 找这个找那个 你不想给我那么多钱 你不见面 我不看到你这个钱 我也不能同意 申请执行人说 孙长柱从事故发生到现在 都没有主动联系过她 提过还钱的事 现如今 虽然在法院的强制传唤下 找了前妻来协商 但对方一开口 给的钱数少不说 还想分期给 这让他们没法接受 如果不能达成和解 那么案件还要继续执行下去的 今天她不来 孙长柱不来 我也知道她为啥 她有拘她呗 师傅 没事 不是事没有事 答不成的 她也不是说 我说这话 我就是说 她来不来 那是她的事 我来就是说 我代表她来 我传的是她来 我想 她没出审 法院传了 她就应该来 她不来 她就承担枪 有点厚 所以你的事情 你得把数订出来 你俩能听到什么 不一句话 咱俩不能听到 你们谈和解 能和解 你能申请人 所有的执行手段 强制措施全都不用上 谈不了和解 所有执行手段 强制措施我正常上 他不跟咱谈 上位我们那边谈了一回 大姨 这我也说清楚了 这一数能和解 你们就和解 我不干预你们 我也不参与你们 这个和解的方案 谈不了 和解不了 强制手段不是目的 目的还是要督促被执行人还钱 让申请人得到应有的赔偿 他拿这个钱 我根本我就不行 他要是连利息这几年 不止八万 我就愿意拿6万块钱 就差1万块钱 他们都不理解这事 这是 是怎么 在这么减价的 6万你们能接受我 我已经将近七年了 我还能活几年 我这么大数的 拉了这么些金融 隔了这么些年 接受不了 我真是接受不了 你万你是咋能接受的 对啊 我这6万块钱 我还得去个利益 去什么我能送多钱 你隔 和气和气 我这事我不是说 为了恶解 为了夺得这一万块钱 事不能那么办 已经更正常之间了 咱不愿意再玩些脱了 我已经受不了这个打击 一天一天 老子为了这事 提醒要打你活着 对 另外带你捏气用不活 谁心里不会有说 那个你跟市场书 你可以带个话 这话呢 我也同时收给你听 那人还能有不去 你要是说 今天6万这个和解 你不能同意 就认准5万的话 大姨这头要是说的 就是也是坚决的 不同意的话 我就天天蹲她 我天天蹲孙长柱 我就天天晚上 晚上我就上你家 你家里头 那个 那天我去村里头了 养的牛也是你的 养的牛是你的 是孙长柱养的 这个我已经取完证了 这个证我已经取完了 有能力旅行 拒不履行 我直接就按移送 拒之犯罪走 就刑事犯罪 到时候就不是我找你 是公安找你 事情发展至今 申请执行人 只想要回应得的赔偿 毕竟这些钱 是他们因为这起事故 实实在在花出去的 所以考虑过后 编宿云放弃了部分权益 将执行金额 降到了6万 没给你多要 就多要出来 就是按照你的数 多要了1万块钱 你合计合计这事 是我是第一件 他要是这6万块钱不拿 就是过年 他要是还是不拒绝 执行这6万块钱 你拒绝是怎么 你一本钱不能少 我是坚决不能拿 你要是6万块钱 什么时候到位啊 偷年就春节钱 你能做到吗 你是想多长时间到位啊 我要是5万块钱 我也得分上回给的 我没有那些钱 三回怎么给 我头一回 我只能说 我给他涨了 我能给他涨了 后来2万块钱 那今天 你一万什么 今天没有 我不得涨了 我现在跟我好钱 我上哪去 那不得 我过什么 你这代表他拿也没大诚意了 怎么没有诚意呢 我头一回我就给他 给他2万块钱 然后剩下的2万块钱 剩下的2万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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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给分上回给他呗 那我没有那些 挣了那些钱 我怎么给他 对我 我就得分着给呗 头生年之前 第一个都还吗 头生年之前是多少钱 6万 6万 从哪里 能行吗 一个是1千 1千2 1千1二 我呀 不行 1千1二 没有钱 也不太够 他留这房子 咋执行都行了呗 你两个人也挺好 到底 他都没有 还没有 建执行法官要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申请执行人又提供了疑似孙长住的几处新的财产线索 就是造势车辆你家卖了 钱拿去了 然后还院里边有常有出没的几辆车 咱们开了特别号 还有一个就是说他之前造势车辆 在那个咱们执行工中他拍卖 他那个把这个车卖了 啥时候卖 这个钱款 距离现在不行 因为是2022年期间 造势车辆是他没卖车的 是 然后他已经卖掉了 车辆车转移了 对 对 财产不知去向 然后还有一个那个房子 你怎么回事呢 后边他家在后边都说 我在车里打听到的 他又买了后边一个房子 包括一辆白色的货车 也是现在在他那个 就是后边新买的那个房子院的 以前在他家自己家 现在住的那个院里头 我这有相片 虽然可能不是他明下 但是有可能是他 对 实际在有 他有一台LA508YL 也是孙长住开的车 这个是看到过孙长住开的 在掌握了新的财产线索后 执行法官下一步也准备去到孙长住家中 先将院内的财产进行扣押 那个牛不是我们的 然后我先说一下 我先声明一下 就是说那牛不是 不是说咱们的牛 谁的牛 那牛是孙矛龙的牛 玉米是你的是吗 不是 玉米也不是 咱俩什么都没有 我说白了 现在在我妈的大爷里 玉米谁的 那个就是现在就是牛 和这玉米都是人家孙矛龙的 那我现在就告诉你 我查从这些东西 丢一个粒都算你的 是谁是让他来上法院 来提执行议议来 15天之内不提 我全卖了 告诉他 你就看着啊 他玉米里头 他要少一个粒 拿出一筐 我都注意你责任 玉米谁的 玉米也是都是 底上哪个玉米标字的 是四马龙的 那我说不是我 是他买的吗 原家家种地有 种地也有没有牛的 那平常放母家呀 那也不是我家 那房子是白饼的 对不 我去村书记那去问了 你俩在这儿 你有一句实话吗 我怎么没有实话呢 我去村书记问了 你俩本来就是这村的 后来从这村欠钱走了 对啊 把自己家房卖了 完之又搁白饼子 整那房子 又搁在这儿 住了一年多了 咱俩哪有钱的啊 所有告诉他啊 在你家里头发现的东西 全都视为是你的 如果别人认为这东西是他的 来法院对这个选属提执行一议 15天之内不提 就视为是你的 眼见执行法官态度坚决 孙长柱的前妻松了口 法院我是这意思 你要是说 比如说我大姨说六万 你要六万块钱 你要让我分批给 我就说我怎么的 我就想在这儿 我也能给你 你要让我一回拿大姨 我指定我拿不出来 我就是这意思 过完年 同年你给三万 过完年之后 五一之前 再给我三万 你那样我同年给你三万 对对对 你说两万不就差一万吗 五一之后再给三万 你个儿合计办 我给你这钱 师傅得让我回家 有个提前让我涨了涨了 是我的头年吗 你说头七号 我告诉你头年吗 头七号用钱吗 十号 头年吗 今天是九号过年是吗 对 九号过年 九号过年 就七号你就必须得钱 我不来不得给法院吗 师傅来给法院 你教我这也行 你直接教给他也行 你俩打个条也行 那还是 那你拿吧 你给我 我就给你打头条 我上班一直上到九号 年份太多 你多长的钱给力度了 咱们拿这个东西到这儿来 半价就容易了 你半价 你要是早点就说了 我跟你说很简单 就别的什么事 我全都不用查 所有的事我全都不用查 就这个哈锅 就这个车 我去车关锅一查 转移登记的时间 如果是在判决上条之后 就这一条我就构定孙长路 拒绝犯罪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就这一条 明白 别的我都不用闹 您那个钱给我 我封东西 封牛 封这个封那个 那全都是促进女性 我给的钱的话 我就是童年的话 几号还是说 几号 几号就是几号 几号就是几号 几号就是拿来三个块钱 是这么事 然后剩下那三个大姨说 是五一之前 所以那个特殊情况 妈妈有病的 过年五一之前 然后 还有三个月 我做最低的第一件 我给你延到五月三十一号 给你延到三一年 他一个月期间 我真这话不说的 给你延到五月三十一号 剩下那 他五月三十一号 就把钱给他呗 对 剩下五月二 完事就能 就撤呗 对 所有事 你能同意吗 你能同意 我现在给你重做笔录 那么最终呢 申请人是同意 以六万元结案 那么被执行人呢 因为这个 他本人无力偿还 那么他的妻子呢 愿意通过这个 打工啊 挣钱呀 或者是 卖一些家里的这个财产 然后进行偿还 那么最终双方 达成一致意见 是在这个春节前 2024年的春节前 先还三万元 然后再在2024年的 五月三十一日之前 还剩余的三万元 完事杨卫方 我问你 我跟你说啊 你答应替顺长住还钱 就是你对这笔债务 提供了担保 如果孙长户不还钱 你将在六万元的范围内 承担责任 就是说我在六万块钱 的范围内追你 明白不 但是说的 如果不还 超出的那部分 咱不能追他 人答应的今天是六万 这咱俩都懂 对不 明白 对不应该是三万元的范围内